大家好欢迎收看野里我是王炳中在我身边的是苏恒同志还有林明正同志 哈喽大家好大家好今天明正终于讲话了不然这个网友说为什么每次这个开头的时候都是炳中和苏恒在那说话 然后明正在旁边若有所思好像进入他的情感世界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先从明正开始点名以免大家说呀怎么你们都欺负明正啊 为什么要排挤我们最喜欢的这个小粉红明正啊 五毛五毛 到时候我们得罪了这个粉红粉红势力啊这也是蛮可怕的啊 所以呢今天呢跟大家来好好聊一聊要聊什么呢 首先要感谢许多网友给饼中祝生日快乐啊 这个9月1号听说也是经上也是这个呃就是那个武则天坐天的这个菜式啊 说实话我不喜欢这句话 我超不喜欢这句话 的生日啊 超乌鲁武则天的 那武则天治理的很好啊 对啊 对啊 看到看到 我们女权分子现在出来女权啊 不是这个女权没有关系 我觉得这是乌鲁仙人 乌鲁仙人 OK 现在历史课本已经没有武则天了 所以呢你要再来讲说乌鲁仙人啦 什么武则天怎样啦 以后台湾的小朋友呢也会听不懂啦 所以等一下我们就来谈今天9月1号 刚好饼中和这个菜式啊 是这个同一天生日 哎呦 不是菜式场 哎呦 菜式 你如果跟菜式场同一天生日还比较好 跟菜式口比较好一点 对对对 菜式口那是要死人的耶 你们给我唾衰 那个我闭嘴 等一下不给他讲话了 等一下还是先给我们苏恒开始讲 厉害了你被定言了 各位网友你们要想要谁先讲啊 这个请大家赶快投票啊 来321 哎 回了没有 以后那个如果是直播的话就要说谁打赏的多就谁先讲 哦 对不对对不对 干牌子的意思 你们需要谁先 我要去坐台 哦 我要专点就是要民政包场 那我们就可以离场 哈哈 那我们就走了那就交给你一个人 那要打赏的够多才能包桑 哦 就看看这个名政的身价值多少 你要名马标价包场多少钱 美国民主都是明码标价的 跟川普吃饭很贵 他们都跟川普吃饭 跟川普的第一家庭跳舞 跟第一家庭拍照 这个都是有标价的 所以美国人办什么就职舞会 国庆的这个庆祝舞会 都是请一堆资本家来赞助 一切都是可以标价的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看到的资本主义式的民主 但是现在我们的这个教科书的问题 他就希望把我们所有的台湾的年轻人 不但教育成都信仰西方的价值 而且呢要忘掉他自己的根 那美其名叫做我们要以台湾为中心 但实际上就是要去中国 所以我们来谈一谈9月1号 过去呢这个每次啊 这个我生日几乎都在开学的时候度过 因为从昨天开始呢 已经这个中学都开学了 从大陆叫做初中 台湾叫国中 国中开学高中也开学 那我昨天如果没有看叶问哦 我都忘了这件事情 我昨天看了叶问 看到我特别喜欢的那个曹若梅老师 因为曹老师讲话就像那个王小玉说书啊 他这个跌宕有志 对吧 朱元玉润 我们这个课本 他现在怎么说怎么说怎么说 哎呀这本上啊 你去看啊 这个哎呀这官女不见了 哎呀这个什么 啊啊 官老爷早就没有了 哎呀以后要认识官老爷要去行天工了 啊这就是我们所认识的曹若梅老师 他是中学的历史老师 那么他告诉我们一件非常重要的事 就是所谓东亚史上路了 对 全新的课纲上路了 啊那我先给大家一个基本的知识 过去呢我们在这个中学里头啊 像我跟苏恒应该是属于同一个世代 对啊那明正是另外一个世代 他是你是通用本对不对 国立编译馆 不编本 不编本 专有名词叫不编本 国立编译馆 对 你知道我小时候看到国立编译馆 我第一个想到就国立编译馆 你知道吗 就是你不认识很像吗 小孩不学好就这个样子 我想说为什么编译馆要输输呢 你就属于那种在课本上面画图啊 我真的是我真的是 所以我跟大家解释一下啊 这个国立编译馆就是说呢 在明正那个年代 党国年代 就是一切都有一个共同本 对 所有的小朋友读的书都是国立编译馆编的 从历史地理国文数学音乐 三民主义 还有三民主义 通通都是国立编译馆编的 但到我们的时代呢 已经开始进入到一缸多本时期 我好像是第一届 我没记错的话我是第一届 一缸多本就是说呢 课纲是同一个课纲 但是呢交给不同的书商 你们自己去编 但都得要遵循我的课纲 所以课纲就变成关键 那么在我们那个年代呢 开始从国中 从初中开始就把历史切成三个段落 对 所以呢 国一啊 这个一年级 现在他们叫七年级了 我们那时候叫国中一年级 对对对 国一的时候呢 先上台湾史 国二上中国史 对 国三上世界史 对 那这个时候你其实已经发现 中国史跟台湾史 已经分开了 二元并例的 对 那台湾史号称说从文字记录以来 大概四百年左右的时间 那么这四百年呢 是一年 嗯 一年来学 中国史五千年 也是一年来学 对啊 那么上半学期啊 上学期是上康庸前盛世啊 就上到康庸前 从三皇五帝上到清朝的这个雍正乾隆 嗯 那下学期开始从鸦片战争说起 就是所谓的中国近代史 对啊 但现在发生什么事呢 现在是东亚史 就是一年级还是先上台湾史 但是二年级的这个所谓中国史 变成了东亚史 就塞到东亚史里面 所以中国史不见了 嗯 那他号称说塞在东亚史里头 但是这当中的Mega就出现了 啊 台湾 所谓的台湾史还是一整年先上 嗯 可是中国史呢 现在变成东亚史当中的一个单元 啊 也就是说我们要上东亚有很多国家 啊 有日本啊 有韩国啊 当中有一个叫做中国 所以呢 他就打乱了 嗯 没有时序概念了 对 历史不讲时代了 所以以前我们都要被啊 什么三皇五帝下商周啊 什么春秋战国乱悠悠啊 现在都没有了 啊 就是没有这个时代观念了 而且商朝以前不教 商朝以前不教 所以什么唐瑶渔顺下 对对对没有了 嗯 什么瑶顺雨汤啊 这个这个没有 就直接就从商朝 而且他商朝不讲咒王哦 商朝没有咒王哦 那打几 那都没有了 你知道昨天我听曹若梅老师说 从商朝到隋唐 跟你猜几页 第一单元就 他他就说讲到中国史的部分 从商周到隋唐 四页 四页 对 所以呢 商周到隋唐大概多久时间 将近快四千年的时间 嗯 差不多 啊 商周到隋唐 就这样结束了 因为他是个从西元前 一夜一千年 一夜一千年 可是你说是台湾的课本 有很多 那个图很多 对他觉得 塞一塞 对他有很多图 然后文字其实没 他比做时光机还快 一夜就一千年就过去了 所以说他请明正来猜一猜 从商周到隋唐 他教了几个人物 出现几个人名啊 理论上来说好歹什么周武王啊 没有 武王伐咒 呃 秦始皇啊 诶有秦始皇 汉武帝啊 没有 汉高祖 哈 汉高祖 汉武帝被放在那个讲东亚语思路那一块 他就是变主题史 就是专门讲思路那一块 项羽 他把你打乱 到隋唐嘛 那唐太宗呢 没有 哈 武则天 没有武则天 所以刚刚我就讲了 现在没有武则天 那项羽 也没有 杨贵妃 啊没有 本来就没有杨贵妃 早就没了 哈哈哈 有啦有啦 我有学要杨贵妃 那是你啊 我有学要杨贵妃 我们那个曹若梅老师 早就没了 早就没了 那个唐玄宗 啊没有也没有 然后那个叫什么四变啦 唐玄宗安史之乱 对什么 余阳贫古动地来 嗯 没有 no 所以以前我们很强调说唐朝由胜转衰啊 嗯 什么北人南迁啊 几次的这个大大规模的南迁 都没有 赤壁之战 啊没有 所以最近苏仁商说什么赤壁之战 没有 所以以后你讲 那都听不懂 听不听不 那那个谁隋 隋文帝 隋阳帝 开凿运河 哎没有 就你会 而且你会觉得莫名其妙 就突然有个商朝 然后出来就唐朝了这样 哈哈哈哈 那中间都没了 中间三国整个不见了 他没有提三国哎 哎三国是最经典的 结果居然没有了 他也不交代 那个西汉为什么会变东汉 所以以后你就 你也看不懂封神堡 你也看不懂三国演义 嗯 就是好像一个外国人的故事 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外国人那什么屠龙的啦 啊什么什么罗宾汉差不多 那个故事 真的就是 真的那时候读就是觉得就是 反正就是跟那些外国故事差不多啊 就这样子啊 天哪 哈哈哈哈哈哈 天哪 现在就是这样子 嗯 从商朝到隋唐 就一个秦始皇 就只有一个秦始皇 所以这个秦始皇活了四千年 only one 他只教了一个人物就叫秦始皇 那他讲他什么 焚书坑儒 那所以他没讲他统一六国 他大概可能就是很简单的文字带过去 可是问题是 因为你根本没有了解整个什么叫做 春秋战国啊 你怎么了解什么叫统一六国呢 就为什么会有六国 你根本听不懂什么叫做统一不同一 你知道吗 所以就有那个储徒发生 所以就会有所谓什么屈原不是中国人 他是储国人 他是储徒 对 储徒 就会有这种东西发生 嗯 啊 屈原他也没教嘛 对 对 那以后怎么 那我问你端午节怎么来 越南人也吃粽子啊 这次越南人来的 韩国人也说端午节是他们的文化遗产啊 没有人说一定是中国人啊 对啊 为什么不是中国人就不能够过端午节呢 韩国人也说皇帝是他的啊 所以啊 对啊 他现在皇帝也没有教啊 什么皇帝吃油也没有啦 哈哈哈 很可怕吧 而且他是整个就是把时序打乱 他把这个时代打乱 所以就是东一下 他们说好翻开第一页讲东亚与中国 有的有的书上是叫做东亚与中国 有的书上是叫东亚的起源 就是根本没有中国 我还记得我以前那时候念世界史的 就第一次国高 哎国三的时候 其实日本教的很少 就东亚这块教的很少 大部分都在教欧洲 美国的历史 而且他是放放在所谓第三年级的 那个世界史的部分嘛 那现在把二年级 我们以前初中的二年级 再上这个中国史嘛 现在变东亚史 然后用主题式教学 所以就是说 你想想看哦 一个国中生 他大概12岁左右 那他进入学校之后 他先上台湾史 先告诉你 这台湾还是编年的 编年序 对 台湾史还是一样 按照我们以前读的 所谓台湾有史前时代 荷兰殖民时代 然后再来政治明正时期 清岭时期 现在明正时期改名的叫正式时期 他那个明他要把蛋化掉 就是这个不要跟中国有关系嘛 你说明正明正还是从明朝 不是这个明 是明朝的正成功的意思 那还是去牵扯说是明 明朝的正朔啊什么的 他现在就是正式时期 然后清岭时期 然后日治时期 那清岭呢 清岭怎么解释 清岭时期他就说清朝 清朝消极治台啊 清朝都一直没有积极治台啊 然后等到日本人来打台湾 打台湾这个抹丹社世界以后 才开始那个管台湾啊 但管没多久就日本 就假如这样子 他现在殖民两个字也拿掉了 他就日本统治时期 诶我跟我学的有点像 对其实我们那时候已经雏形了 对我学的时候也是跟我们讲说 诶那个清朝一开始没有积极治台 对对对对 抹丹社事件以后才比较积极 那现在他又说略谷祥金 他又一个理由略谷祥金 不是你是历史诶 他说古时候的东西 因为不要增加学生负担 那现代的东西要多教一点 所以呢你就会发现哦 现代的东西 比如说哦 日本殖民时代 1920年代是台湾的美好年代 是金美玲李登归他们的跳舞时代 所以他们都在大稻城啊 那也是谷啊 那也是谷啊 然后诶 Polero西餐厅 哦台湾第一个西餐厅 当初多么的格秀 哦台湾已经有这种类似百货公司的商场 照片好大 所以他要用很大的篇幅 去讲Polero餐厅 去讲这些哦台北当年的风华 然后呢 把前面那一大堆你们所讲的 唐太宗不见的 汉武帝不见的 武则天不见的那些 通通省下来不交 就是留给去讲 西餐厅 Polero西餐厅 然后去讲明治维新 关你屁事 东亚史 这样讲会不会 所以变成 诶你把中国史砍掉那么多 然后多出来的部分 就可以跟你讲明治维新 跟你讲Polero西餐厅 爸爸你怎么看 哈哈哈 我们为人负责 爸爸 其实这个刚刚讲到这边啊 其实像你们昨天都不知道说现在开学了 对不对 都不太清楚 我知道 因为我妹妹开学了 对 我没有感觉 因为昨天是我女儿第一天上学的日子 你女儿也上学了 像幼稚园 你小心哦 爸爸你是中国人吗 对 你们家的妈妈是中国来台湾人啊 哈哈哈 对 你小心哦 我其实现在 我这感触很深就是说 我现在的想法就是 如果今天哦 到我这个女儿再过两年之后 六岁要上这个校学的时候 两岸如果还不统一啊 我要叫她妈妈带她去大陆读书 你好 你确定两个两年后你还没限制吗 你不知道啊 舔共哦 我宁愿 你知道吗 昨天曹若梅上夜问哦 他就分享了一个他的经验 他现在在中学当历史老师嘛 然后他开学第一天点名 然后发现当中有一个学生没有在名 清单上可是本人没有在 他就问他去哪里了 就全班的同学就一起说 报告老师 这个同学他们舔共去了 哈哈哈 就这样 意思说他们跑到上海去了 然后他们全班就一起说 老师他舔共了 你看 台湾这么一个法西斯社会 你还能叫小孩子留在这里吗 就是如果你跟他的想法不一样的话 你能呆吗 你可能会被拖出来 然后那个带牌子 虽然说我都跟我女儿讲说 我们是中国人 可是我也很担心啊 有一天他上了小学 因为我们自己也是 我们自己也这样过来的 对 就同学的影响力 其实比父母还深啦 你不可能24小时跟着他 对对对 那他每天考试念书要读这些东西 他就算是 也许 要背耶 对 课纲耶 他就算也许 认同我的想法 可是他为了考试要考 他也还是得写 我是台湾人 我是什么什么 对对 那他很痛苦 以前 以前我哦 你看我那个年代是2000年读 国中哦 那个时候我们开始上认识台湾教科书 我们那时候一年第一年级开始上所谓台湾史 然后呢他就第一题他就问你说 呃我们在国际上呢 不管有各种不同的名称 有的时候叫中华台北 有的时候叫中华民国有的时候叫台澎金马关税自由贸易区 对自由贸易区好他说有很多不同的名称 但我们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是什么 然后A台湾人B中国人C什么中华民国人D什么什么 然后答案就要选台湾人 对啊他就在潜移默化中不停的告诉你嘛 那呃我像我跟我女儿在聊天的时候他有时候说问我说 爸爸啊我们不是住在台湾吗为什么不是台湾人 惨了你女儿读话了 我就跟他他已经开始跟你问这个啦 你女儿读话了 你惨了你惨了 你快读写了 可是可是因为你教他说是中国人对不对 对对对他会想要跟你验嘛 他开始挑战你了对不对 可是OK可以现在听我讲完这段故事 可是如果你跟他应变说我们就是中国人他听不懂 是听不懂 可是我就跟他讲说那你想想看啊爷爷从哪里来的啊 爷爷从青岛来的啊青岛在哪里青岛在山东啊 奶奶是不是跟你说山东话啊 他说哎对啊奶奶有跟我说山东话啊 然后你把那个中国地图拿出来 你看爷爷从这边来的 那爸爸的祖先呢来自这个福建这边的 他就比较有这个概念 就是哦这好像是我们的一个国家 那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今天非要把中国史弄成东亚史的原因 因为如果我们今天去寻根溯源 不管你是本省外省 哎你往回一溯就会发现啊我来自中国大陆 所以我今天把他搅的乱七八糟的 他跟一个外国史差不多的时候你就断根了 一般人他没有到一定的年纪不会去寻根溯源 哎其实是你知道我最近我有个想法 我就在想说因为就是政府其实这几年来一直在推一个东西 就叫做就是灵谷塔 我现在讲的很奇怪 就是变成是说我们可能以前你家里会有那个神桌嘛 然后神桌有那个祖宗牌位 对那我们家以前有神桌 我外婆家啦 然后他们那个祖宗牌位 后来因为有些原因所以 我们把我们的祖先请到了别的地方去供 那因为要做这个动作 所以我们把祖先牌位请下来 然后就把他拆嘛 里面后面都是一个一个祖先的移植 然后上面就会写生与清朝 什么哎家庆年间 然后在福建哪里哪里哪里 记得清清楚楚 对都会写得很清楚 那时候你就会觉得 哎对耶真的我的上我的祖先 都是嘉庆年间从福建来到台湾的 可是你看呢如果说今天 当我们开始到灵谷塔了 或者是祖先请到哪里去供了以后 没有那一些东西的时候 对人家又没有了 对你就没有 你不会认为说我是中国人 我从大陆我的祖先是大陆来的 因为你没有那种什么嘉庆年间生的那个印象 我们现在就是中华民国几年几年生 或者民国几年甚至是西医院几年生的 然后你哪里生 台湾嘛 那你根本没有跟大陆的那个连结 所以我突然间觉得说 这个所谓的环保政策 对了当然真的环保 可是其实背后是不是有更生的一个用 对不对 而且刚刚我们提到 比如说像你们刚刚问到 那李白是不是也不见了 对不对 没错他现在不止在历史上下功夫 他在语文啊 国文啊 他也下功夫 所以我们过去讲国文课 在大陆叫语文课 我们台湾以前叫国文课哦 本国语文哦 结果国文课呢 现在大幅度删减文言文 所以呢什么唐宋八大家 柳宗元啦 韩玉啦 这个过去我们所熟知的 再到宋朝的范仲淹啦 还有包括刚刚我们讲的唐朝诗人李白啦 还有像杜甫啦 还有苏氏苏东坡啦 通通山大幅度的山 所以以前讲说什么 哎呀这个没有看过这个出师表不动容者啊 这个看过出师表而不动容者啊 啊就没有就就不够中啊 啊然后呢这个陈琴表而不动容者啊 就不够孝啊等等 你像什么陈琴陈琴表啊 什么出师表没啦 而且出师表这个鞠躬尽脆死而后矣的诸葛亮 三国都没了 所以你也不会知道诸葛亮啊 你会把诸葛亮跟那个诸葛亮你会混淆 你知道吗 所以赤壁赋也没了 也没了早就没了 这个所以我就说 我常对很多大陆网友一些评论 我很有意见 这个趁这个时候讲一下 就说很多大陆网友跟你说 你们自己要去做这个群众工作啊 你要去跟青年接触啊 去告诉他们统一的理念啊 你们就会争取到很多年轻人啊 我跟你讲 不可能做不到 为什么呢 因为我们今天在做什么 我们今天在做的事情叫做 去跟日本人宣扬说 我们要抗日 然后人家觉得你神经病 笑耶 你笑耶 潘娜 我们是日本人抗什么日啊 对对对对 今天的状况在这个地方 就说 你们这个大陆朋友很难想象 就是说 到底在台湾统派工作有多么的困难 对 你会觉得很基本的 对这个美国人怎么这样 日本人怎么这样 你们很直觉反应 因为你们有爱国主义教育 对 台湾没有耶 台湾有啦 爱台主义教育啊 然后每个人都洗脑成说 台湾有台独改造教育啊 对对对对 现在等于颠倒过来 对 过去我们说 在台湾很骄傲 说台湾有中华文化复兴运动 所以当年 这个大陆60年代的时候呢 整个政治动乱年代呢 台湾在保留中华文化 所以我们从小的时候 像我参加什么演讲比赛啦 这个作文比赛啦 都是那个年代留下来的 所以当时台湾很骄傲说 我们真的是中华文化灯塔哦 我们是复兴基地哦 就现在到两边颠倒 对 现在变成说呢 在台湾的年轻一代 比如说以后如果我们有子女了 你敢让他在台湾堵吗 我不敢 人生又有青春的岁月哦 那种十几岁到二十岁这段岁月 每天花时间在堵这些垃圾耶 真的很可怕 每天就在堵他告诉你说 日本人有多好 中国怎么样的这个封建 腐败腐朽 你说他日本人很好 你怎么解释魏安妇 跟台籍日本兵这件事 克刚为了要微调哦 你看哦 台独可以花这么大的阴谋 我要讲阴谋 你去想 我刚所讲这一切 这是只是单纯说 改几个词而已吗 当然不是 它是整套的一个运作 对不对 整套布置的 马英九时代 我们所敬爱的王小波教授 他们当时努力违调 只是改几个词 被迫 把被迫必须要加进去 为安妇是被迫 连这样 不能过 对不对 只是强调说 不能把大陆变成外国 因为他违宪 是 他只在措辞上要求 通通不可以 就现在人家怎么样 我不止措辞了 我也不止 我中国史 台湾史的问题 我根本中国史灭掉 拆解 解剖 东话西话 这边塞点 那边塞点磁吸 拿去塞第一单元 突然这边又蹦出了一个什么 什么 诶这边读到思路的时候 蹦个汉武帝出来 你怎么知道汉武帝是谁啊 其实这个好 早在之前就在做了 只是现在已经 他完全弄到这个课本上来 我最早以前 我小的时候去故宫 我这我很多地方都讲过 我小的时候去故宫 你去看那些文物的时候 他的陈列是 依据这个历史时序 对对对 那现在不是了 现在不是了 他是先从青铜器开始 为什么因为商周 下商周 青铜器 然后再来什么 宋慈诗画 什么什么之类的 开始进入到唐宋年代 最后到这个明清 什么鼻烟壶啊 对对对 你就感觉走进一个 历史长河去 哎呀就觉得 哇一个一个时代就这样 一直过来一直到今天 对 现在没有哦 这青铜器管 这个书画管 这个瓷器管 他就完全是艺术而已 对对他就是艺术品 他把故宫博物院变成 只是个单纯的艺术博物馆 对 甚至现在什么外国画 也可以拿来展 嘿嘿嘿 什么罗浮宫 罗浮宫 罗浮宫艺术品 就在旁边展出来 我们就是个欣赏艺术嘛 对对对对 要个品放在一起 出画类放一起 你喜欢青铜器看青铜器嘛 你喜欢看画看画嘛 不是你们罗浮宫展来的 都是艳品啊 他不会拿真的过来给你展 不重要 反正他重点把你打乱 就对 他就是要打乱 我们读什么陈姐姐讲历史故事 吴姐姐讲历史故事 我们会很自然的第一课 就会讲鱼公移山啊 盘古开天啊 女娲造人啊 现在都没有 他已经没有这样的一个根源 没有那样的一个脉络了 他第一课讲的是台湾 台湾这个过去有什么冰河时期 然后有一群人从大陆走过来 因为这个当时候台湾跟大陆 是连在一起的 可是这些人跟青的原住民没有关系哦 因为我们经过现在的血源鉴定 发现原住民是跟南岛羽族有关系 跟这些人没有关系哦 他只差没说 我们台湾人是从石头蹦出来的 这样子 他有时候山英文讲的 我们台湾人是原住民 南岛群青 我们是南岛群青 昨天黄志也很生气说 可是最新的证据又证明了 就算是南岛羽族 他们的源头还是来自大陆的百岳 还是来自广西 云南一带 这个中研院自己的考古发现 发现一个叫亮岛人 亮岛在哪 在马祖 目前就台湾这个 台湾统治地区 发现最早的南岛羽族 来自哪里 中国东南沿海 可是呢都不谈 都不谈 你研究发现是你研究发现 是我们对历史有兴趣才查到这个东西 所以昨天我其实很同意曹若梅老师讲的一句话 他说现在我们所看到的什么东亚史课纲这些 就只是八个字 叫做政令宣导政治洗脑 他说现在整个课纲就是这样 就是政令宣导政治洗脑 你就这样一直读 然后你读到的中国不是焚出坑儒 就是丧选辱国 不然就是威权 这是一个很烂的国家 对对对对对 然后第一课翻出来突然先跳出个慈禧 他也没有什么三王五帝 他第一课突然告诉你中国与世界 就是出现了一个老太婆叫慈禧 然后他怎么样满憾无能 他怎么样如何如何 然后在读古代的中国又突然蹦出个青史皇 然后跟你说他是焚出坑儒的 然后很简单嘛 在同学之间 哎呦你要去大陆啊你舔过 对对对对 你要去中国 中国那么烂的国家你还去 所以曹若梅就讲了他说 他讲话口音不是自认腔软吗对不对 所以呢他常常他每次上课都会被同学问 小朋友就会问他说 老师你是中国人吗 然后我刚刚跟素衡讲 素衡开始没听懂 他说小朋友不出来讲中国人 不是他的意思是说老师你是中国人 你是大陆人 你是个大陆新娘 你是个大陆新娘 你为什么讲话是这个中国人 那我觉得这个历史这件事我们先放着 但是我说真的我不敢让我小孩 我的下一代在台湾读书 刚刚讲的嘛我们是政令宣导嘛 就是教育你台独观念嘛 我讲难听听一点啊 就是跟我们小孩子的未来 跟他的技能的建立 就是你在未来面对这个社会 这个世界 你要生存下去的能力的培养 有什么关系 你刚刚讲了嘛 我们把那个古文全部都删的大半 然后留下了现在台湾所谓白话文 对 在台湾这边的那个 他算是加入日本人写的汉文诗 对 那我问你哦 你觉得你有没有发现 我们其实越年轻的这一代 写出来的东西 越写越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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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你看哦 我们在讲那个不管是地理也好 或者历史也好 你知道现在 这个我们最常讲的笑话嘛 自由时报 跟你讲说什么 黄河 什么黄河 黄河水冲到前塘江 对对对对 然后什么长江因为那个泛滥 然后所以导致海水淡化 害韩国的鱼虾都死光了 就是他就可以跟你讲这 就代表他们地理好 那不是好道 烂道 你搞不清楚东南西国 所以我们苗布亚不是说武汉省吗 对武汉省啊 武汉省啊 还有那个老鼠哥 田鼠哥 他不是什么湖北河北 都分不清的吗 湖北省省会石家庄 对啊对啊 就是我们最基本的 基本常识都没有了 然后我们那个语文能力又不行 之外呢 我们的英文又不好 最重要的是什么 我那天看网路上有人在讲 就是有一个年轻人就讲说 我不懂耶 为什么现在会有人觉得 《红楼梦》很好看 《红楼梦》就是一个很无聊的一本书而已 我随便写都比它好看 你知道下面所有人都在骂他 就大家都那种很傻眼的是 我们的学生居然会讲出这么无知的话 就是你怎么你的文学造诣 怎么跟草雪芹比 那你就跟那个课审委员一样啊 当时问一些反克刚那些小屁孩 对 不是每个跑去讲 不可以说未安妇是被迫的 这样日本人会怎么想 日本人会不高兴 那日本人当时怎么没有想想 那些被迫的未安妇阿嬷是怎么想的 结果现在这一些讲说 怕日本人不高兴的 通通变克审委员耶 他来审你的克刚耶 所以他们现在讲啊 唐宋霸大家是封建腐朽啊 要打倒啊 现在台湾都颠倒了 台湾现在刚好恰恰就是在做那个 摧毁文化的那个 然后现在大陆变成是振兴文化的那个角色 跟你讲设孔子学是大陆 然后什么中国诗词大会阿 前不久台 那个大陆不是都流行吗 大家比赛诗词吗 然后朗读 变成说现在你为了要保住你的小朋友下一代 不要被这个抽离 不要让他们变成失落的一代 你要赶快送去祖国大陆 不然他们以后 这人生的这个最青春的岁月 就每天读那些 好可怕喔 小的鸡皮疙瘩耶 你知道我的老师尹章亦有一次我在跟他聊天 他就说他本来在读书的时候 是想做这个 这个这种这个商周时代的甲骨文啊 什么这些 后来因为因缘际会所以后来搞台湾史 我说老师也不错阿 你现在也是台湾史大师阿 他说没有用 你知道为什么没有用吗 他说我今天如果我写的是商周是甲骨文 我全世界都可以讲 对 就是人家对这个有信 外国人对这个有信 台湾史 nothing 在世界上 有阿 台湾能够往 那就是你在岛内好像很强 那尹章亦老师站错别 他如果今天是台湾那一边 他看错别 他适合不知 你台湾史不可以认同两爱家亲阿 他站错别 统战阿 可是问题是就说 就算你站对边 你还只是在岛内称大王 过啦 可是你如果是中国史 他领民进党的钱已经享受不尽了 对对对 我知道对那些人而言 对对对 他们就配合政治洗脑 那个政策领导 可是对我们这样子来说 就这些小孩读了这些之后 他就同在这个岛内自我膨胀 是 就走不出去世界 害了他们害了他们 对啊我就说 今天你把你的小朋友们 他们最青春的岁月 人体记忆最好的年代 通通浪费这个 only one 叫台湾 你在读那些 然后这个岛在全世界才几分之几的地方 对对 然后你变得完全没有文化素养了 对 讲这个势必之战听不懂 以后讲各种的成语听不懂 日本人还问你说 哎我好喜欢你们的三国 对 What's 三国 没有他们会以为三国是日本的 因为那个日本有做那三国的游戏 我好喜欢你们战国时代 哦日本战国时代 我懂我懂 我说诸葛亮嘛对不对 对对对 以后真的都听不懂 什么逐鹿中原 听不懂 听不懂 这些什么成语啦 典故啦 通通不懂 对 以后台湾就变成这样 所以你看到现在人家是处心几虑 人家是整套的 他不是改改几个词 蔡英文一上台 你知道他上台就做两件事 蔡英文当时候2016年一就职 他马上赶着做了第一件事 就是改克刚 对 把原本的克刚为条废掉 是 然后改出东亚史 对 第二件事他就是做太阳化无罪 对 行政院撤告 可是你看我必须讲 就是这就是蔡英文的魄力啊 就他敢做 你马一九只是克刚稍微微调一点点而已 你都不敢做 然后那个 那个什么反克刚的那个运动出来 你就吓得要 吓死了 你看今天蔡英文 你就算立法院包到不行好吧 那个巨马啊什么的 一层又一层 那又怎样我照干 我今天一个行政命令下来了 你就是这样干就对了 对啊 为什么人家敢这样做 而且事实证明了 蔡英文做了嘛 然后呢 没有然后 成功了 现在上路了 而且但是我觉得蔡英文这件事情 其实非常损应得的一件事 你为了你们所谓的政权的维续哦 你把这些那个克刚啊教育改的乱七八糟 你彻底把我们下一代的机会 全部把它掩盖掉了 只为了你们这个政党的政权的保卫而已 你牺牲了我们所有年轻人的未来 我们的年轻人永远只能困在这个岛里面 你要出去是不是很难 你可能只能做台劳 做台佣 你如果不是这几个公众 你要出去很难 你要怎么跟全世界的人竞争 全世界的人要么中文很好 要么英文很好 不然专业水平超强 你看看我们现在的专业知识 我讲真的 你觉得我们台湾的大学排名 是越来越好 还是越来越差 李登辉搞的啊 李登辉广受大学 零分才上大学 对啊你看我们那个排名一直在往后 台大以前我们就哇高大上 来来来来台大去去去去美国嘛 现在呢人家清达十几名啊 然后前五十名的世界大学排名帮里面 没有你一间是你台湾的学校 以前大家都觉得台湾学校很棒 所以你看我们的文凭出来了不起 现在大家都觉得台湾学校也还好 这专业知识我们就输掉了 然后再讲现在大家最红的什么 什么大人物嘛 大数据人工智慧 然后什么物联网 人家大陆是从小 开始教你怎么写程式 我们台湾说要叫你写程式讲几年了 到现在都还没做 然后不要讲写程式 你连中文都不好 你连你的造句都不好 你连这些最基本的东西 你都弄不出来 我们的年轻人怎么跟大家竞争 所以啊不要再用借口 说什么我们要略股详金 我们为了减少什么年轻人负担 没有嘛 你们教改改半天 你们有去改刚刚素衡讲的说 增加台湾年轻人的竞争力吗 没有啊 你们改半天是在改什么 是在改造你们的台独嘛 改造天然独嘛 而且刚刚素衡讲的 我要大一灭亲你干了 我是台大毕业又是政大毕业嘛 对不对我大学读台大 你又所读政大 诶政大是丢脸诶 政大现在出了个校长 公开讲哦 说什么 哎呀我们政大有多好有多优秀 好 讲自己优秀也无所谓 也很正常 结果说什么 说你们怎么会跑去那种啊 这种低级的地方啊 那种不入流的大陆读书啊 嗯 那个什么什么清大那些 那都不入流的啊 跑去那个北京那 没有水准没有文化的地方读书 诶拜托啊 你是真的 我不知道怎么讲 井里直华到这种程度 所以你就知道 你看看你政大的排名 你全世界排名 拜托 你说政大是人文科学 也比较有名啊 可能我们其他科不有名 也不是诶 全世界讲人文科学 人家讲政治大学 很多不认得诶 你必须承认诶 所以你就知道嘛 今天政大的领头羊 这个校长 难怪 他的见识都如此浅 不如此没有世界观 难怪会造成这样 难怪会当校长 哦 对嘛 难怪会当校长 对啊 对啊 懂了懂了 所以那个管中平不行 所以这几年政大去中国话 去的很勤嘛 对不对 难怪哦 哇嘞哇嘞真的是 所以我们民政啊 哈哈哈哈 所以我对很多大陆网友这边讲说 现在不急着统一台湾嘛 几年以后等我们超越来 我的手掌心 对啊 跑不掉嘛 跑不掉 问题是当你假设好了 就算到那个时候 你收回这外土地 好上次的都外国人 所以我们不同国 什么什么 跟你扯半天 你到底治理比较累 还是 这个现在统一比较累啊 现在统一至少还有像我们这种 40岁以上的人 还跟你比较接近一点 现在以下的人 全部是外国人 这真的全部是外国人 对啊 我可以举个例子哦 我周遭哦 懒的家庭哦 你知道我们周遭 他们家是那种 爸爸妈妈都认同自己是中国人 而且他有亲戚在大陆的哦 然后去大陆的时候 还都说我们大多中国人 就他的小孩现在小学 他还没有恶意 他还算没有仇中哦 但他就碰到大陆在台湾的记者 他就说 叔叔啊 你是中国人吗 哈哈哈 然后下去就问说 你们中国有核武对不对 我们台湾没有 你们中国有长城哦 你们中国可以上月球哦 那都是你们中国你们中国 这就是一个例子 另外一个例子 是最近我去雾峰罢免陈伯伟认识的一个大哥 嗯 他在大陆做台商做了几年 最近回来 发现女儿怎么变这样 他的女儿读小学 然后给他妈妈带 就是这个交给阿嬷带 交给奶奶带 就带一带说 这个女儿跟他爸爸讲哦 因为他爸爸是台商 然后是这个反对陈伯伟的嘛 嗯 就要跟他爸爸讲说 爸爸 爸爸我们是日本人耶 然后爸气的把门打开 你再讲一遍你给我出去 可是我想真的就是照 我们现在课刚教下来 我真的会让我们的下一代觉得 我是日本人 对 因为台湾他硬要把台湾独立起来 可是你要知道台湾的文化 抵御历史不够 不深 不深 那你硬要讲什么400年的台湾本土史 除了扯扯原住民以外 讲来讲去都是中华文化 因为他又不能扯清朝嘛 那他只能就无限放大日本人的外面 对 那史前又没有什么记录嘛 那他就硬要掰 那你怎么讲 拜妈祖拜王爷 这个又说是大陆来的 所以他现在就说什么 这些妈祖庙王爷庙 都是汉人政权压迫台湾的工具 他在课本上教 那汉人政权压迫台湾的工具 那你自己呢 那你自己是谁 那可是问题是在那时候 在台湾这块岛上 全部都是中国人 对 那你们这些人是从哪里来 他现在把台湾拟人化 说台湾同心人 所以我们要以台湾为中心 但是历史的中心是人 不是一个不会讲话的岛 那你不去问台湾岛上的人 从哪里来的 台湾岛上为什么会产生一个台湾认同 那也是汉人来台湾 形成的台湾社会啊 还是汉人的玩意 所以我觉得就是说 很多大陆网友其实轻忽了 克刚的杀伤力比什么都神 就是他们没有注意到教育是很可怕的事 我今天听那个唐湘龙讲 我忘记他在哪一个节目讲的 他就讲说 然后就是美国在香港的什么美国协会 要撤掉了 听说可能要撤到台湾来了 然后他说香港五间很有名的大学的校长 全部都是那个美国协会 美国文化协会的会员 就是你不是会员 你不能当这些大学的校长 所以就变成你看香港的问题就出来了 难怪什么教科书还有高考考一考 要你做汉奸的 考试考到之后告诉你说 日本人来扒演抗争清华 是对中国有功的 所以你看美国很清楚 教育这件事情的影响有多大 那现在大陆发现了嘛 教育真的很重要 他们会知道要抓嘛 那民进党从一开始他就知道 教育有多重要 他这样已经埋了多久 二十年了 从你都会到现在 美国知道教育有多重要 所以为什么现在拼命在查禁孔子学院 他知道说因为美国很厉害 其实我们都看错了 其实美国不是只有这个军事武力很厉害 因为很多军事武力是不能用的东西 比如说核武你敢用吗 不敢 可是软实力 那就厉害了 文化渗透超强 天天都好莱坞 天天都美当楼 美国就是拯救世界的 美国队长 你要喝可乐 不是可口可乐 就是百事可乐 不都是美国货 所以大家可能很多大陆朋友 还有些到现在没有正式 你刚讲的统一的急迫性 他觉得两岸一加七 都是中国人 反而慢慢谈 总有一天我们可以感化台湾人 这种观念是在以前 上世纪90年代初 两岸刚开放的时候 当年台湾还有江山万里情 的那种中华心 对不对 当年还有很多讲两岸初次见面的感动 还有电视这个节目叫 八千里路云和月 八千里路 大陆寻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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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零峰 还有江山万里情 这个大陆寻奇啊 那那个年代的这些人啊 就是大概是像你那个年代 差不多 还是独步编本一路下来 对 所以他当然有那个情怀 其实那个年代 反而两岸没有接触哦 对 可是在台湾他们读 这一些历史课本 会觉得做中国人很骄傲 很自豪 你知道我当年在读的时候 我们到了博中二年级 才终于可以接触中国史 你知道那时候我多感动 就是我觉得说 我已经读了一年的台湾史 然而我比较早熟 所以我从小学 我就读了很多中国历史 我就觉得 为什么到现在都读不到中国史 然后到了这个 国中二年级的时候 也就是 我大概十三四岁 开始 终于开始从三皇五帝开始上 然后那个时候我们的历史老师 还特别跟我们讲 说全世界有各种古文明 埃及也好 希腊也好 现在几乎都不见了 都看不到了 都变了 只有中国文明一路相成 经过多少朝代没有变 所以那个时候你会觉得 哦我们真的是好骄傲 然后课本还会写龙的传人 现在都没有 都没有 你要想它就一点一滴的没有 所以那个年代的人 当然他还会觉得 我们跟大陆是 这个一家亲啊 他读这些课本 他看这个电视剧很自然啊 就说我们中国人怎么样怎么样 现在没有这些东西 所以大家还没有意识到 统一的解剖性的问题 就好像有人说 哎呀有人看了甄嬛 就好喜欢北京想去看一看 那跟我看日本NHK大和剧 哎呀大阪城好酷啊 我想去看一下 跟那个说 我跟我是日本人 那是完全两回事情 那是完全两回事情 所以我觉得真的 很多大陆网友 完全没有意识到 真正在台湾执行一条道路 叫务实台独路线 梁文杰有说过类似的话 就说只要克刚不改 这样继续下去台独就成功了 是啊 其实你看哦 你也知道大陆官方很认真的 希望能够拉近两岸的距离 所以什么会台26项政策 31条政策啊 一直在出来 他们认为只要对台湾人好 有一天台湾人一定会突然发现说 我们两岸都真的是一家亲嘛 可是你要知道 我知道非常多的年轻人 都的态度是 好处我照拿啊 但我内心就是不认同你啊 对我的感觉就是 今天就是一个外国政府 给我这个人才 一个很好的一个诱因而已 他甚至觉得就像陈柏惟讲的嘛 今天到底是你中国需要我 还是我需要中国 还很拽哦 对对对对对 那所以其实你没有搞懂 最根本的原因是什么 来自于教育 来自于克刚 如果说今天这个克刚 或者这个教育 一直掌握在这些台独手上 掌握在这背后的隐武者 美国爸爸手上的话 那我跟你讲 就算真的台湾收回去 可能就算 因为什么隐武就统啊 不管 就虽然真的好好的回去 我跟你讲 治理那问题可大 现在香港大家都觉得 天哪怎么这么乱 对不对 台湾会比香港更乱 所以很多人说 为了要心灵弃和 所以我们呢 不能急于统一 要等心灵弃和才能统一 但是恰恰相反 你会弃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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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对对对对对对 这是鸡胸蛋诞生鸡的问题 你统一如何弃和 尤其这个教育你怎么弃和 你现在整个行政大选 掌握在台独手上啊 而且我跟你讲 台湾就会成为以后 整个全中国的大乱源 因为这些人就会开始到处跑 然后可以 而且重点是你看香港人讲话 就是你大概可以听得出来 你香港人喔 其实台湾人讲话 有些人就会觉得说 你是台湾人吗 就会没有办法 那么一下就判断出来 那时候我再跟你讲 我跟你讲啦 中国就是 我们像我们讲 民主自觉啦 你这样讲着讲着 会不会有一天就大家就开始 跟台湾一样 你们都被洗脑的啦 你们都没有夺过 我拿我们教授说给你看 你看中国是这样 你看台湾以前多好 他们可以自己投票啊 你们行不行 这个 只能说很无奈啊 妈妈 爸爸不是妈妈 爸爸很无奈 所以记得在2014年 那个时候 我和民政友一起参加 同派联合会议 就因为反反克刚的关系 对 所以当时我们用抗毒史正线的名义 跟着郁主席还有许老爹 我们一起到北京 那时候第一次见到习总书记 对不对 那当时我印象很深刻 因为那时候大家轮流 就老中青轮流发言 那么我是最后一个发言 就当时候挑了几个代表 那么我代表年轻一辈讲话 我讲完话以后呢 当时这个大陆的领导人 这个习总书记呢 他接我的话 那他先表达就是说 对我所分析 这个所谓台湾的这个太阳花 其实很多年轻人是被误导 那他当时我觉得 他其实蛮进步的观念 就他认为 不是直接完全否定 而是说年轻人都有求真的欲望 但是为什么人家会认为台独是真 这是我们要去想 为什么我们没有办法被人家认为 痛是真理 对 然后下一句 我印象很深 就是他脱稿 因为那时候那个习总脱稿 他就说我现在不看稿 他是这样很自然的 你印象记不记得 然后他就跟大家分享说 我现在要先讲一些稿外的话 然后他就说 我80年代在福建当官 然后说当时候呢 他跟很多台商接触过 他就问台商说 你们觉得台湾可能独立吗 然后当时候台商呢 就回这个习总书记说 不可能吧 台湾人拜妈祖拜关公 那都是中国人 中国神啊 那台湾怎么可能独立呢 那台湾怎么可能独立呢 就当时习总书记讲了一句 他说现在可不一定哦 台湾教科书这样改下去 孔夫子 官老爷都会变成外国人 对 印象很清楚 所以很清楚 他非常清楚 他其实很清楚 教科书的问题 所以我们希望大家都应该一起重视 就是现在已经正式上路了 而且已经开始了 很坦白的说 靠岛内势力的努力是无法改变的 已经不可能 已经很难扭转 根本不可能 这件事情一定要扣外力些 连马英九夹这么大的威望 也只敢到第二任才要来 微调 都微调不了 都微调不了 微调一个被迫 不能被迫 这叫马英九存 他应该在第一任的时候 他那种最高票 700多万上去的 那个时候 他就应该去改克纲 没有一个台独敢出来反对的 你信不信 我们倒过来讲 他没有把这个当成是头等大师 因为他觉得不重要 为什么蔡英文人家第一件事 就要做这个 对 为什么 对不对 那你马英九从李登辉到陈随便 已经知道12年被人家改造了 结果你拿到政权的时候 你第一件事不是做这个 就你第一件事 反而是去跟李登辉拜访 真的是这样子 然后再来邮电双掌 然后找了一个 其实浅率的做教育部长 对不对 当时就是被他斗病嘛 说最重要的教育你不敢 所以我就讲 不可能 再靠岛内是没有救的 真的没有救 对啊 真的 所以现在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个情况 非常的无奈 我们只想到过去所讲的 李毅廉耻 国之四维 四维不章 国乃灭丸 我跟你讲这句话 现代的年轻人 背不出来 背不出来 大家可能会说不会 我们中国一定强 我们大陆现在蒸蒸日上 对 但是请不要忘记 在中国还有一块土地 叫做台湾 对 在台湾的中国人 在台湾的这个中国 他快要绝种了 他就要绝种 谢谢大家 今天收看我们的节目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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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